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开始呢我们介绍微风方程 那么我们首先引落 通过引力来引落这个微风方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题 假设一个曲线Y对Fx 在任意点处切线的斜率为Rx 且经过点一四求此曲线的方程 那么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以前会的 这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简单地讲 七线的斜率为Rx就为什么呢 就是导数 所以我们直接描述出来 有题意可以知道Y一匹等于Rx Y一匹等于Rx那么Y等于多少呢 X平方加C X平方加C 注意由于它经过点一四 X等于一的时候Y等于四 带到这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Y等于X平方加三 从这个例题来讲 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微风方程形式 但是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微风方程 最基本的微风方程 那么这个就是Y一匹等于Rx Y一匹等于Rx 好 我们这是第一个引力 引力 这是比较简单的形式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初等的可能物理问题 假设一个列车在直线路上 以每秒20米速度行驶 当列车自动时 获得加速度为负的0.4每秒平方米 问列车从自动开始到完全停止 共行驶了多少米 那么这个我想在中学当中 可能是物理还是数学 我不管了 我们可能应该知道 是五个量对吧 我印象当中是五个量 只要知道三个可以知道另外的两个 哪五个量呢 S V0 VT A T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那么现在有了每秒20米的速度 那就是V0 所以VT是什么 0 完全停止是VT是0 那么加速度 A是知道的 那么这样三个知道的话都行 那么现在我们用高等数学方法来处理 很简单 也就是说 由提议得到的是 S对T的二阶导数 那么就为 A 加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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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再几分一次 S就等于负的0.2T 加C1 T 加C2 而由于T等于0时 注意 我们是从完全停止 开始 G 行驶路程 所以T等于0的时候 S等于0 S等于0 T等于0的时候 V等于20 这样的话呢 T等于0 这个S C2就是0 那么V C等于0的时候 V等于20 C C2 C1等于20在这里 那么C2等于0 C2等于0 这地方 对 这0的时候 S等于0 C2等于0 C等于20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C1 C2 带进去 S等于 负的0.2 平方 加20T 而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多长时间 完全停止 那么 V等于0时 我们则就可以 简单算出来 T等于50秒 T等于50秒 这V等于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最后 我们的S可以算出来 也就是说 作为模型形式来讲 就是 形式500米以后 完全停止 理论上讲 如果是我们一个高铁站台 它如果按照这种模式 那么大概在 离高铁站台 还有50米的时候 我就按这个模型 刹车 正好停在 停到位 这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这两个问题来讲 我们以前都应该 都会解决 这样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为了干什么呢 我们要引入 是维峰方程相关内容 然后我们对照 这里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下面是 完整来介绍 什么叫做维峰方程 简单地讲 还有质变量函数 及函数各阶导数的方程 我们跟一般的形式写成 F XY Y一撇 Y两撇 一直到YN阶导数 这样的方程 我们称为 维峰方程 维峰方程 那么这个内容来讲 维峰方程 因为我们现在书上 是把它挪到第一学期 一般有时 我们把它挪在后面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 它的前后 另有一点 联系问题 那么就是 多元函数 我们还没有介绍 那么实际上 这个概念来讲呢 就是一个 多元函数的形式 但是我们作为方程 我想应该可以接受 那么首先 第一个概念 就叫维峰方程的阶 换言之 维峰方程中 导数的最高阶 称为维峰方程的阶 好 我们对照刚才的两个形式 比如说刚才的力 1.2 这个就叫做维峰方程 S对T的二阶导数 等于负的0.4 这就是维峰方程 注意 这是二阶维峰方程 因为导数的最高阶是 二阶 而第一个问题 Y撇等于2X 它就叫一阶维峰方程 在这里可以 我们再进一步看到 这叫一阶维峰方程 注意 这里完全可以 少掉一两下 没关系 我们标准的形式 是含有制变量 函数 及函数 各阶导数 最关键的是 最高阶的导数 这个阶数 我们才称为维峰方程的阶 而就像刚才一样 二阶的维峰方程 它可能现在是没有一阶导数 也不含有直接的T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了 这个没有关系 最关键是要有 导数的最高阶 这样的话呢 就叫做维峰方程 而第二部分来讲呢 满足维峰方程的函数 我们称为维峰方程的解 那么维峰方程的解 注意 在刚才的两个题型当中 满足这样的维峰方程 它的函数有S 等于负的0.2T平方 加C1T加C2 包括这个 S等于负的0.2T平方加20 也就是说 确定了C1C2的解 注意 这两个都叫解 都是解 那么回顾我们刚才的第一题 YP对于2X的话 Y对于X平方加C 和Y对于X平方加3 也都是解 这就称为维峰方程的解 而这两种解 我们又区分 如果解中含有独立的 任意常数的个数 与维峰方程的结数相同 则称为维峰方程的通解 而维峰的任意常数 的个数要与阶数相同 这样的解我们称为通解 注意 我们也对照刚才的题目 对于 例1.2 二阶 维峰方程 我们还有两个 多余的任意常数 看到吗 C和什么 是要两个任意常数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 二阶维峰方程的通解 而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 Y一撇对于2X是一阶维峰方程 注意它含有一个任意常数 就叫C 所以 一阶维峰方程 简单地讲 一阶维峰方程通解 含有一个任意常数 而二阶维峰方程 含有 它的通解 含有两个任意常数 两个任意常数 以此类推 N阶维峰方程 如果它的通解 必须含有N个 多余的任意常数 而注意后一句话 确定了任意常数的解 我们称为维峰方程的特解 确定了任意常数的解 注意也就是说 我们仍然对定刚才这样 比如说对第1.2来讲 C是要定完以后 得到的S对负的 0.27平方加20T 那么这个就叫做特解 这就是我们给的特解 这是特解 因为确定任意常数了 同样 第一个小题 你1.1的话 X平方加3 就是特解 特解 这也就是我们确定了 任意常数的解 注意 确定维峰方程中 任意常数的条件 因为要确定任意常数 它当然是要有条件的 那么这样的条件我们称为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 那么在我们也对应的 如何来确定任意常数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应的形式 第一个 所谓初始条件 就是这个 经过点14 换一个角度 我们这样来写 X等于10 Y等于4 这就叫初始条件 第一个 第二个 初始条件 这时候 注意二阶维峰方程 它的初始条件 有两个 一个就是 T等于0的时候 S等于0 这是第一个初始条件 第二个 所谓的V 我们也可以写成 DSBDT T等于0的时候 等于20 我故意把它写成 导数 而不写成 直接写成V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 就是二阶维峰方程 要确定两个 任意常数 当然需要 两个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初始条件 可想而知 对一般的 N阶维峰方程 如果我们对世界上面的 N阶维峰方程 要想确定 它的初始条件的话 要确定 求特解 应该有几个 N个 那么这个N个呢 更一般形式 就应该是什么呢 Y 当然 X等于X0时 等于Y0 Y一撇 X等于X0时 等于Y1 一直到 Y直接导数 实际上 可以想象 应该是 N阶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 因为事实上 我们求 维峰方程 N阶的维峰方程 N阶的维峰方程 那么 它的条件来讲 它应该是从 函数 一阶导数 二阶导数 一直到N阶一阶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我们更一般的形式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去具体来介绍 具体的维峰方程 那我们在介绍以前呢 我先给大家 做一个框架性的介绍 整个维峰方程 我们将介绍 这么几个内容 一个呢 我们介绍的是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 一阶维峰方程 首先我们将介绍 一阶维峰方程 然后介绍完 一阶维峰方程以后呢 我们要介绍 二阶 但是呢 我们重点的是 二阶 第二部分内容 即高阶 可降阶 换言之 如果对于二阶 如何化为一阶 化为一阶 那么实际上 我们对于解维峰方程 整个部分来讲 实际上讲的内容 都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 能力关系 而我们现在来看呢 首先来看第一阶 一阶维峰方程 一阶维峰方程的 一般形式 按我们刚才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得到 是F X Y Y一撇 而X Y Y一撇 这样的方程 我们实际上 无法解决 无法解决 所以 我们解决的是 更为 直接的形式 或者说 这个叫做 隐含数的形式 那么我们把 Y一撇 我们重点讨论的是 Y一撇 等于F XY 也就是说 一阶维峰方程 Y一撇 等于F XY 注意 这个 我们仍然不会做 仍然不会做 因为这个 跟一般的形式 我们无法讨论 所以 我们 在标题上 所描述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讨论 一阶维峰方程中的 几种特殊类型 所以 维峰方程内容 我们实际上 受制 制约很大 只是介绍 介绍其中 简单的一点而已 好 我们首先介绍第一类 一阶维峰方程 应该 我们现阶段要介绍 四种形式 有四种形式 整个维峰方程有五种 那么有一种将在 下期期才进行介绍 因为相关内容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种类型 名称叫做可分离变量的 维峰方程 可分离变量 什么样的叫可分离变量呢 简单的讲具有什么形式 叫Dy比Dx 等于Fx乘Gy 而Dy比Dx 就是导数 等于Fx乘以Gy Gy 这就叫做可分离变量 注意Dy比Dx 我这里一般就是叫YP 之所以故意把它写成 这个关系 我想应该清楚 这样的一个维峰方程 我们称为可分离 但是我再次强调 是层界 不是和 是层界 那么我们对于具体的形式来看 第二种 或者写成PxQyDx 加RxSyDy 因为这样的形式 当然也是个导数 也是个维峰方程 能理解这意思吗 因为我这个 把这相当于把这Dx移过去 或者说把这Dx除过来 同样可以写成Dy 对于这样一个形式 我同样可以写成 复的这个Dy是RxSyPxQy 相当于这样的形式 一回事 那么这种形式 我们称它为可分离变量 而可分离变量的目的 顾名思义 两边把X和XYY分开 分开换言之 Dy把Gy除过来 Fx把Dx乘过去 这个可分离变量 显成这样的形式 那么两边积分 所以我这里用的文字 是两边积分 注意 我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两边积分 右端是对X积分很方便 左端是对什么积分 对Y 那么我要问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函数 一个等式 两边求导 应该都是对什么 一边对X求导 一边对Y求导 是错的对吧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 这是不是应该 两边都对X求导 那么 为什么这里对X结分 这个对Y结分 有同学说 是不是积分变量无关 不对的 积分变量无关 只对定结分而已 能理解这意思吗 准确地讲 叫两边都对X结分 因为Y是X的函数 能理解这意思吗 这就相当于是YX 能不能理解了 因为两边都叫对X结分 只不过就去形式而言 复合函数 相当于Y也好 U也好 我们是这样一个形式 而把这个解 因为这样的 因为抽象函数 我没有办法写出来 所以我们假设 它的积分值 是一个GY 而这边的积分 记住为大FX 然后加一个论义常数 论义常数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就是 维封方程的通解 注意 我在刚才讲的 含有任意常数的解 称为通解 通解 这就是维封方程的通解形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种形式 注意第一个形式 可分离变量 着重掌握的是 以方法为主 好 我们下面 具体来看两个例题 求解 维封方程 第一个 Y一撇 对于一加X平方分子Y 很直观 马上就得到 它是 一阶维封方程 并且是 可分里边的 可分里边的 注意 那么我只需要把Y 除过来 这个Y一撇 注意啊 我们应该把它写成 DY比什么 DX 把DX乘过去 两边积分 两边积分 这个Y一分之一 是logY 绝对值 加 等于 1加X平方分子 1的几分 Architian X 这个 加C 注意 我这里直接写成 Y等于C1 E的Architian X 这样的形式 或者这样写 那么实际上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具体的形式 表示的时候 为了形式 更简单而已 我在这里 黑板上 再描述一下 也就是说 logY的绝对值 等于Architian X 注意 由于任意 常数的关系 所以 这个C 我可以写成什么 我故意这样写 是不是也可以啊 log的 这个C的形式 而这样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呢 因为我把这个log去掉 Y 简单的讲 就等于 E的Architian X 乘以C对吧 理论上讲 是不是有个正负啊 正负 这里的目的就是干什么 我正负话不需要了 因为正负C也好 logC也好 都是一个叫C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了 都是一个常数 所以 这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这个内容 和我们以前 介绍积分的时候 我们强调 说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 不定积分时 说明 如果在不定积分的时候 一般 不一定需要考虑绝对值 能理解这意思吗 什么样的形式啊 但是如果定积分 必须要考虑绝对值 那么现在 这个积分形式 可以目的是告诉大家 你如果不用绝对值 实际上影响不大 但是注意 如果是 特解 满足初始条件 那就要引起重视 我们在后面 会将进一步的说明 好 这就是我们满足要求 而另一句话 注意 我们在标准形的时候 刚才提起 可分离变量的通解是这个 能理解这意思吗 换言之 不要求写成 why等于多少 什么意思呢 这个维封方程的通解 写成这样 或者这样 都是对的 能不能理解了 不要求一定要写成后者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更困难 目的是什么 建立起 x和y的一个关系 把导数去掉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所以不要求 有的时候做不到 最关键是有时做不到这样的 做不到这样的形式 好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例子 求维封方程 y的x加2x平方减y 而解x乘dy等于0满足 x等于1是y等于2的特解 那么这里就是求一个特解问题 好 毫无疑问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都看到的就是可分离变量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d y y分之一除过去 这个除过来 这里填个符号 两边结分 左端的log y 绝对是没问题 右端 2x平方 我们在这里 说一下 这就是我们 这个简单的讲 这是一个有理函数的 结分形式 注意它有两种方法 我们再次回顾一下 这个所以不定结分的基础 在这里很重要 毫无疑问 不定结分的基础 因为这样的形式 有两种处理办法 我再次说明一下 第一种是什么呢 配方 比如我这个负的二分之一拿出来 负的二分之一拿出来 然后这里是 x平方减 二分之x dx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而这个配方的结果 我想没有问题 负的二分之一 x减多少 应该是什么 四分之x 四分之一 是不是一半 平方 这时候在 这个已经变成 积分公式了 我如果问一下 这个积分公式是 axine actangent 还是log 是log的结构 能理解的意思吗 是log的结构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我们注意 就是我现在所写的 部分分式 也就是说 x 2x解1 上面是负1 一定可以写成 x分之a 加2x解1分之b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部分分式 部分分式 还记得a怎么确定吗 a就是把这个折除 对吧 用0代语去 a就是 1 什么a等于1 b等于几呢 x用2分之1代语去 2分之1代语去 它是负的2分之1 是不是就负的2分之1 好 我们 负2 对不起 负2分之1的倒数 对吧 负2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形式 我们现在用 直接写成部分分式类型 两边结分 注意 我也故意都加绝对值 故意都加绝对值 在这里logc也加绝对值 那么这样的话呢 把绝对值去掉这个c 我们就 不考虑c的符号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那么这样得到的一个解 注意 这就叫做通解 所以通解在这里 通解 那么再把初始条件带进去 x等于1的时候 y对2 x等于1 y对2 2这边是贝 这是c乘1 所以c等于2 把c消掉 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 特解 特解 那么这就是 我们解决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 特解问题 可以看到 维风方程 作为标准形式而言 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不定结分 所以维风方程真正求解 我们重点是 不定结分的计算 好 那么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个应用性的题目形式 实际上维风方程是整个高等数学当中 综合应用最强的一类题型 也就是说在这以前我们讲综合应用来讲 是有一个叫变上线函数 那么 既是函数 又是积分 我们是通过求导 而现在引入维风方程以后 与导数相关的内容 都可以构成维风方程 所以维风方程是整个高等数学当中 综合应用最为广泛的 我们来举 也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艘船 与指向正北的速度 弥林 朝河对岸死去 两岸间的距离为L 水流的速度 与其位置到两岸的距离的 沉接 沉正比 沉接沉正比 比例系数为K 球锤 船到达对岸死的位置 注意 我在这里呢 因为 这个我画一个图 简单地画一个图 一般遇到这种应用问题 我们在解析过程当中 准确地讲 如图 那么有很多问题 全部可以 在图中描述出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 关键在哪里呢 我这样画图 我们不妨假设 这艘船起点在是吧 远点出发 能理解这意思吗 正北 北就是Y形式 Y形式 这个是X 所以建立坐标系 那么这个往前走 注意 它水流 又未受水流速度影响 大致 我们可能是这样一种形式 可想象 我随着这个往前进的时候 这个水流速度影响越来越大 对吧 但是马上要到快了 是不是就容易这样到来 大致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和对岸死 那么我们怎么样建立起关系呢 其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以后记住 在微风帮城相关内容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 任意时刻T 或者我们省略 在T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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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我们假设位于这个P P是XY P是XY 那么这个点 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学当中 我想应该知道 这就叫动点 动点的轨迹 是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 能不能理解了 那么这个动点受什么 制约呢 它两个 一个是速度于零 这样往前开 第二个是什么 受水流速度影响 而速度概念 我想应该清楚 什么叫速度 就是路程对时间的导数了 所以 DY比DT 是Y方向 就是V0 而DX比DT等于谁呢 两岸距离的 层接层正比 K倍的 这个叫Y 这一段就是什么 L-Y 能理解的意思吗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程 注意 这样的微风 实际上我们在后面 最后才会介绍 这实际上就叫做 微风方程主 而我们现在 把这样的微风方程 我们不好直接解 因为三个变量 把底气消掉 我们都到的是 DY比DX等于这个 而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可分离变量 可分离变量 而可分离变量的微风方程 我们 就已经完成 可以解决了 我们来这样看一下 好 那么两边 注意把Y移过去 DX移过来 把常数 故意放在这里 两边结分 那么这里是 2分之L Y平方 减3分之Y三次方 这边是 K分之V0 X就是C 注意 初始的地方 T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 Y等于0 T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 Y等于0 所以我们 X等于0 Y等于0 可以把C解出来 但是千万注意啊 我们的问题是 到达核对岸时的位置 准确地讲 我必须要回答的是什么 这个X等于多少 对吧 Y是不是等于L 正好到对岸 X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回答的是 Y等于L是X等于多少 Y等于L是X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给的 到达核对岸时的位置 到达核对岸时的位置 那么这是我们这样一个 应用型的题目形式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第一种类型 所以 一阶微风方程中 第一种可分离变量 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简单地讲 就是不定期分 两边把它分开 我们下面来介绍 第二种类型 我在前面提及 一阶微风方程 我们着重掌握 四种类型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 我们介绍的叫做 其次微风方程 什么叫其次微风方程呢 我们把形容 DY比DX 如果它能够描述为 Phi X分之Y 如果能够写成 YP等于Phi X分之Y的话 这样的微风方程 我们称为 其次微风方程 简称在不致混响的情况下 简称为 其次方程 其次方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我们将引入了一个 新的处理方法 这叫 变两代换 变两代换 也就是说 另U 等于 X分之Y 另U等于X分之Y 这样的话呢 Y等于多少 U乘以X 此时 两边对X求导 DY比DX 等于U X求导 U不动 加X不动 U对X导数 U对X导数 所以对于这个来讲 U等于Y分之X 我们可以直接化为什么东西呢 两边U对X导数变成了 U 加X DU BDX 单于 Phi 一旦到了这里 它是一个什么 到了这里 它就是一个 可风里变来的微风方程 因为 这个游移过去就行了 人类界的意思吗 这就变成一个可分离变量 所以 对于第二种类型 其次方程 简单地讲 只要通过一个变量代换 就可化为 化为第一种 可分离变量 可分离变量 就可以化为第一种 可分离变量 可分离变量 而可分离变量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移过去除一下 对U 这边U 然后这里 由于是抽象 还是我们没有具体的 减分形式 但是我们不妨假设 整个的减分为FileU 这边是LogX 加C 这里无所谓 在我们刚才的期限当中 也可以写成LogC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呢 这里就无所谓了 注意 最终 我们不要忘了 最终这个U 应该要写成什么 X文之外 因为 U是我们假设的 假设的 这就是我们第二种 第一阶维文方程当中的 第二种 叫做 其次方程 好 我们具体 举例题 来说明 我们首先来看 这样一个例子 球解维文方程 X乘Y一撇 等于Y 加X乘E的 X分之Y 注意 这个形式 表面上看 我们可能看不清楚 至少 以后 我要强调 一阶维文方程 学完以后呢 以后要 把手伸出来 是不是第一种 是不是第二种 能不能理解 这样的形式 第一个 是不是可分离变量 它不是 是不是其次 现在只讲了第二种 把X除下来 X分之Y 加E的X分之Y 显然它是其次方程 而是其次方程 这个内容 以掌握方法为主 方法为主 我会强调 一阶维文方程当中 前两种都是 以掌握方法 后两种 以掌握公式为主 所以是有变化的 而方法 U等于X分之Y 和刚才一样的处理方法 U 这个维文方程变成了 U加X DU比DX等于 这个就是U 加EU 这个U正好约掉 这样的可分离变量 把U拿下来 一油分之一 底油 结分 等于X分之一 那么这个两边结分 而因为我这里是 直接做出来了 我希望提醒注意 我们以前同学可能 做了多了 很随意会犯错误 我要这样讲 这种错误要避免 也就是说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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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U的什么 是负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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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应该是 负的义负U 他绝对不能够 这个是错的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因为这种错误 要避免 避免 一看到父母 他就糊里糊涂 就得一个老感 那当然是错的 错的 这也就是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 我们下面来 来介绍的一个 特例题来讲 实际上要介绍一种 变化形式 也就是说 求减微分方程 Y乘DX 减去了X 括号 X加Y TangentY分之XDX 然后乘DY对0 我们如果 我这里故意这么写出来了 如果我们要去解 DY比X 我把这一过来 这样 所以 它是不是齐齿方程 是的 因为Y分之X和X分之Y 是不是它的倒数问题 这里是不是也是 所以我这里 用这样的文字来说明 虽然是齐齿方程 但计算起来比较复杂 实际上我就是说 在柱这里强调了 这是微分方程 一种变化形式 应该加以掌握 实际上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习惯思维问题 我要借着这里题目来说明 所谓习惯思维是什么 我们把微分方程 我们习惯都把Y看成因变量 把X看成什么 质变量 注意 求其 因为我们的标准型 是不是就这种类型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但是我们在另一种形式的时候 另一个形式的时候 我们提及 类似于这样的形式 类似 我这里不仔细写 实际上已经提及到相关内容 这个XY 哪一个是质变量 哪一个因变量怎么样 没有关系 能不能理解这些 所以这里可以考虑的是 把Y看成质变量 X看成因变量 而把Y看成质变量 X看成因变量的话 我们这个题目就变成了什么呢 我把 DX除以DY 这个DX除以DY 把DY除过来 Y一过去 等号等于Y分之X加 Tangent Y分之X 能理解这意思吗 此时 所以我在前面讲 第二种形式 可其次方程 我们以找方法为主 而这样的一个形式 DX比DY 我可以令 我故意不写成U 我写成V Y分之X 所以令V等于Y分之X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样是个其次方程 是个其次方程 所以这个其次方程 我们具体的 做法 直接写出来 DX比DY等于Y分之X 加Tangent Y分之X 所以把Y看成自变量 X看成函数 U等于Y分之X 我这里也写成U 我是这里写成V一样的 那么 那么注意 DX比DY 等于U加Y DU比DX 而带到这里面去 把U去掉 这就变成 可以接出来了 可分离变量 注意其次方程 只要做了变量带换 它标准型 做变量带换 一定是可以化为 可分离变量 而可分离变量 主要依赖于 两边积分 好 Tangent Y分之1 还有印象吗 实际上就是 Cotangent Cotangent就是 Cosine除以Sine Cosine除以Sine Cosine凑进去 所以是一个 LogSine Y分之1 LogY LogC 那么注意 我这里应该写的是什么 应该准确的写法 最后得到的是 LogSineU 等于LogY 加LogC 实际上应该是什么 SineU等于什么 是不是Cy U 我们再用什么带回去 X分之Y Y分之X Y分之X 所以 这就是我们 介绍的 这样一个形式 好 我们 休学会 待会再来介绍